各位節目是CIOC自動車 就在這邊 台北市議會 我跟你講 好四人吃到四十幾歲 不然來過什麼叫市議會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去探索一下 順便拜訪一下客戶 然後老司機來帶路 一定要請這個客戶 幫我們帶一下路 帶我們去吃好吃的 好不好 走 你是這個導播咧 沒有 我們這個小公司 就是像這個 攝影 還要兼剪輯 還要兼企劃 還要兼企劃 還要兼業務 去開車 去牽車的時候 他都這樣 就這樣一直拿著 跟你在 沒有沒有 那是你才有出動這個大型 會不會 不然就一直GoPro而已 OK OK 真的啦 我沒有看到 這不是場面畫 這是真的 我還想說這蠻重的 我會一直拿著 對啊 所以你看他要頂著 有沒有 什麼樣的巧合跟機緣 我會認識 苗藝元 對 其實是我去找小石的 沒有啦 不是啦 因為我長期是 他的頻道的忠實觀眾 然後剛好真的遇到 我本來 我本來已經就是 決定要買某一個國產的新車 但是那天晚上 睡前躺在床上滑 臉書 然後就看到 小石的粉專裡面 PO出了一台車 我一看就 好像不錯 點進去 對點進去看 結果他就寫說價格 然後寫8X萬 然後我就說 那不是跟我目標的那個新的 差不多嗎 對國產車的價格買進口車 一次我們就見面了 然後所以那天去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從 一個很不正常的路口 然後趴進去 對對對 我們很可憐 洋場小進 對對對 走後門喔 不是走正門 對對對 很難找啊 我跟你講高手在民間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要到一些熟門熟路才到的了 那個店才叫民店 我跟你說 好啦那這是第一個機緣對不對 其實他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表明他的身份 嗯 可是我一聽那個聲音 我就覺得 欸很熟悉喔 這個好像有時候在看一些這個 政論節目啊 還是看YouTube啊 常聽到的聲音 真的喔 你有在看政論節目嗎 大部分會看一下這個 經濟跟政治的連動關係 因為我的年紀比較尷尬 我有經歷過雷曼風暴 喔 雷曼風暴那時候 以我們中午車場來講 倒了很多 嗯 這現在要超前部署 要跑路總的 要準備時間嘛 哈哈哈哈 說跑就跑 東西帶不多 你知道嗎 我後來聊了以後發現 我們的共通點 第二個 溫山區 近興對不對 對對對 對 萬方 啊 是是是 萬方國小萬方國中 在隔壁而已嘛 對 對啊算是公車兩三站 我在溫山區住了 我爸媽媽媽還住在那邊 對 所以我是從 中班我就住到那邊 這是第二個共通點 然後再來第三個 其實還有第四個 真的喔 天秤座歐型 欸 你如果知道說歐型 天秤座是很容易知道 但是歐型你是怎麼知道 你是名人耶 喔 這樣喔 有人把我歐型寫出來 你怎麼不知道 現在有一種東西叫 危機百科 這樣喔 找我是找不到 我找你是一定找得到 沒有問題啊 天秤座歐型都是 這支的 猶豫不決 耶 南下決定 耶 優柔寡斷 讚 然後這個有這個 Sense 耶 有品味 好不好 帥哥 老婆漂亮 讚 讚 好不好 我昨天想了一下 天秤座歐型 然後做一個在台面上的人物 當我們浮上台面的時候 你就會浮現很多反方嘛 我覺得在心理上 你是不是有要經過一段時間去調整 我覺得對我來說啦 我就是接受說 這是我從事公共事務的一個代價 就是我從事公共事務 我有很多我自己的理想 像我有看你一些影片 比如說你會買車來開 然後講一些你心得 對 那下面有些難免就出現一些陰謀論 說 啊 你是不是啊 拿了誰的好處 怎樣怎樣怎樣 那他要自己這樣想 其實是他的損失啦 但我不能夠就是強迫他改變他的想法 但我覺得這個壓力真的會蠻大 我最近做了身體健康檢查 檢查出來他報告寫說 我的自律神經系統壓力太大 已經60歲 我實際才33歲 然後我想說這什麼意思 不過你不錯啊 我是連檢查都不敢檢查 喔真的喔 對對對 等一下你弄 欸醫生我還有多久 30年 哈哈哈 2 1 哈哈哈 我我怕我怕 我真的我不敢去檢查 如果剛好走到這裡的時候 在醫院也不錯 哈哈哈 就馬上可以處理 馬上帶著回來 馬上可以處理 對不對好處理好處理好處理 好欸今天剛好那個我們議員的那個叫選區喔 對對對 是大安文山對不對 對 那因為我們今天我們的節目叫做老司機來帶路 所以你你一定要是大安文山的老司機 我是大安文山老司機我都自己開車 議員的IG啊 他都會推廣很多你的選區裡面的一些可能你常去的 喔吃東西啊 對啊或是一些小店啊 我覺得這樣還蠻不錯的 這因為我覺得這也算是 這個公眾服務 民眾服務的一種 要讓大家多多認識 尤其是文山區 因為我覺得文山區在整個台北市來講算蠻委屈的啦 他開發比較晚 然後一直以來他出了一條捷運木炸線 最早民國八十幾年的事情 那後來就幾乎沒有任何交通建設 所以我覺得文山區很多居民相對來講會覺得說有相對剝奪感 對你文山區是住在哪一個 木炸路一段 考試院附近 我知道我知道 那邊考試院我知道那裡接近四星了 對對對沒錯 那就是以前有一個老地名叫狗子口 狗子口 對對對 小時候搭校車有沒有 內戰叫做狗子口 那真的還蠻近的啦 不過他那個學區跟我有一點距離 對啊 文山區其實我 我應該明年會幫回去 真的啊 恭喜 我父親家在那個萬方國小的旁邊 那算萬方社區 萬方社區 對 那你那邊以前你應該都是去景美混 不要說混啦都去那邊流搭 對因為要去到任何地方必定要先去景美 對 你要去景美你才有捷運啊 然後你公車才能延伸出去啊等等 像我們國中的時候我都要從我家那邊跟同學騎腳踏車 騎到景美夜市去吃 去吃喝玩樂再回去 年紀再大一點就會變成坐靈南到公館 對對對 玫瑰唱片 什麼 以前你的玫瑰唱片 然後還有大眾 我的年代是你的年代嗎你確定 沒有啦玫瑰唱片來台的收到國中的時候 也是我國中的時候 玫瑰大眾兩間 對對對 尤其是公館啦 因為其實公館的一些那個賣眼鏡啊賣衣服的那個店比較大間 那景美通常都是一些比較在地的小店 比較在地小店啦 或是吃東西啦 像我晚上肚子餓街上跑去景美夜市買東西 景美夜市我是吃油飯 雙管四成湯那個 對 然後還有一間豆花 在吉馬店旁邊那個也好像很常吃 豆花 那不然你去那邊都吃什麼 呃 我有拍一個影片專門講 哈哈 有喔 那個啦 就是景美夜市在現在的雙管四成湯附近有一個路口 有賣鐵板炒飯 鐵板炒飯 我知道啊 每天都排隊的啊 對對對 然後剛剛你講的豆花嘛 還有一個鐵板燒 在公有市場中間 喔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鐵板燒對面有一個那個炸三鮮米粉 我正想講 還有賣壽司嘛 還有壽司炸三鮮 對肉丸 還有那個 那個關東煮 對 好差不多大家的景美的回憶就是這些 那我們等一下老司機來帶路就 讓這個阿苗帶我們去吃 他覺得這個 不是不是首選啊 因為真的太多了 我們只能選一樣 對 但一個我目前都還沒有公開拍過影片 或什麼介紹過 喔 私人行程公開一下 那順便等一下在車上 我再看一下他開車技術怎麼樣 你再幫我健檢一下啊 健檢一下 欸有沒有 我們現在老客戶年中健檢都要回來 我們是親自道府健檢了啦 對對對 好不好 讚啦 我等一下就直接幫他檢查 我跟你講那車不用檢查 我閉著眼睛 我都覺得那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昨天還特地去把他洗乾淨 我也看到你的現實動態 現回來之後都還沒有洗過 動作稍顯青澀 沒有常常在做這件事情 你太忙了啦 我跟你講 要不然正常來講 你只要開回娘家 你就跟我聊天就好 聊完天車也洗好了 喔真的喔 哇之前不知道有這個 好 我們一直都有啊 那就 那就固定好不好 對啊 是怕他忙而已啊 固定 每段時間都回去看 那我們就跳下一個場景 好不好 走 你看多久了啊 這台車 就三個多月嘛 哇這個時間過這麼快 已經三個多月去了 對啊 三個多月去了 欸你最遠開到哪 這個還沒有什麼機會出遠 還是在台北附近 基隆吧 去基隆吃東西 你覺得整個開到現在啊 你覺得跟你之前的那個 二代的Focus嗎 啊你覺得差異最大的是 超有感升級耶 超有感 因為我本來那個老車嘛 15年了 所以經常會不時的有一些 小毛病 這裡癢那裡痛 對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然啦因為它比較新嘛 對它比較新嘛 對啊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它的自動性也好很多 嗯 煞車 你要煞車或者是要加速 它的反應當然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那不是說以前那台車不好 其實我覺得是 我入手的時候才買13.5萬 嗯我知道 所以它就有它該有的樣子 不是可是我覺得是這樣 人生本來就是一個過程一個過程 那你必須要經歷到那個過程嘛 那你除非你出身這個旺族 對不對 它可能一出來就有一些進口車開 不然其實大部分真實的人生 都是從便宜的代步車開始 而且你經由那個代步車 它等於是你的老師 嗯 這裡抖了你可能久了 啊這上次換過可能考耳壞掉還是什麼 上課 對你就慢慢就會越來越抖 然後慢慢的你對車越了解之後 然後你的薪水也提升了 然後你就進階好一點的車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樣還蠻不錯的 就是有一種自行的努力 可以有一些回饋的感覺啦 其實對我來說有這樣的效果 你覺得這個車開在高速公路 有安全感有提升很多嗎 那種信心感 有 因為我之所以要換車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原來那個老Focus 我對它開高速沒有太大的信心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應該就是要換 不論如何 因為我有時候會 真的還是會去外線師會走高速 對 那所以這個的話基本上 就是因為它相對比較新嘛 所以不會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我有用它的那個AACC 喔你有適用 對 那原則上都還蠻不錯的 可能 你不會覺得加速太快 或煞車太急嗎 我覺得跟人開有一點差異 還是有對不對 對但是不會到太大 是可接受 當然它不會像特斯拉那樣 你在那邊睡覺 我懂 但是它可以減低你的注意力的負擔 這確實是有 特斯拉也不能睡 他們現在都說這個是輔助使用 你不能依賴它 對 因為你車場一定要講輔助使用 對 這樣出了任何事它不用輔助 對 當然啦 這是一定的 對但對我來說就是 它可以不用 不用神經那麼緊繃 車旁邊什麼車 可以稍坐休息 對 精神跟你的雙腳 對 對不對 然後像我的習慣就是 我的腳會搭在煞車上 就是如果一旦有什麼狀況的話 反應比較快 那你覺得 開到現在你覺得這台車 你有最不滿意的地方 最不滿意喔 它的電子零件 我有時候會有一點 想說什麼時候會要壞掉 比如說它有這台車的QS 可是我有遇過一兩次 沒反應失效的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點不起來 你想要點點不起來 對 然後後來就是回來再用的時候 又正常 我買一台新的B&W也是這樣 真的喔 有時候明明鑰匙就在身上 然後我按那個免鑰匙發動 它跟我說缺晶片鑰匙這樣 後來我就拿豬耳在裡面 稍微揮舞一下 然後再按 就發動了這樣 揮舞一下 對啊 那還有什麼其他缺點 除了這個電子 缺點了 像是之前天氣比較冷 寒流來的時候 從後面鏡子看到後面煙超大 你說這台車喔 對 那個是那個啊 水氣啊 我為了這個還有加入車友社團 就看到大家說 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不用擔心什麼才 對那個水氣啊 對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 就是要做功課啦 做功課的過程 就是你要知道說 現在有發生什麼事嗎 你要記得 你還有一個朋友是我 你可以問我啊 沒有 因為你大忙人 不會啦 真的 我是覺得大家都會為了自己的工作在忙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我特別忙什麼 而且你問我的話 你除了朋友身分以外 還有一個是工作的身分 所以於工於師 我都必須要為你 對不對 對 啊不會啊 反正我都夜貓子 我每天都四五點才睡 真的喔 PO完車才睡 對啊 然後早上大概九點十點起來 這是我的 我們坐席都跟人家不太一樣 喔 那你這樣每天睡很少 五個小時啊 五到六個小時了不起 天啊這樣子有養生嗎 沒有咧 沒辦法啊 以後得以長眠 以後睡的時間還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不用睡 而且我覺得 開這台車子 這個心境還是有稍微不一樣 會喔 對 像是以前的車我根本不會 我不是真的很care說 它外表 髒不髒 對髒不髒 美不美 你們現在有沒有怎麼樣 可是換這個之後 那我昨天洗車洗一洗 然後發現 上面有一個很小 真的超級小 應該是被跳屎打到的 一個小缺口 前面嗎 對前面 然後我就 有點小心痛這樣 對 然後我也想說我怎麼這樣 前一台我洗車 真的就是 我們就加油站的洗車機 隨便進去 就洗了 然後上面有一些 就是 有一些什麼 這個紋那個紋 我也沒有太大的反應 然後像之前那個前一台 它的那個螢幕有沒有 就是後來觸控螢幕掛掉 我也覺得還好就不用修 可是 可是這個變成是 接受的程度很高 它哪裡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 想要弄它 把它弄好 就會想說是不是怎麼樣 看看它 我甚至連油耗都開始注意 我開以前Focus二代 根本不會注意油耗 最早開始發現是 我有一個讀政大的助理介紹給我 對 因為政大的人 尤其是女生不知道為什麼 很喜歡來 就是文山區很適合約會 因為它沒有那種很商業化很緊繃的感覺 對 然後有一些這種好玩的小地方 謝謝 他是山鳥兵啊 然後之後去 動物園那邊吃一下 貓茶亭的甜點啊 逛動物園 然後吃個甜點 對 動物園還不錯 我發現其實很多 這個約會行程 動物園其實也是約會行程 對啊 因為去逛一下午啊 對啊 人家以為動物園是帶小朋友去 其實我覺得那也是約會行程 不然每次 都是什麼逛百貨公司看電影 真的有點單調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吃熱的 蛤 很酷 因為夏天經常來吃冰 所以冬天的時候想要來吃一點 這個不一樣的 看一下你點了什麼料 點了軟花生 然後芋圓地瓜圓 還有昏粿 昏粿放在燒心草椅是比較少沒錯 可是因為我今天真的很想吃 所以就還是點了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這間店老闆非常好很親切 對啊 而且很衛生 看得出來 乾淨明亮 這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對 那我們就開吃了 這是粉粿喔 對啊 手工的粉粿 因為以前那個 我媽以前常去那個 那個應該算是木柵市場 就是那個文山行政區旁邊 對 木柵市場 我媽以前常去那邊買 她買回來是黃色的 然後她都會附一包那個糖漿 嗯 然後你回家就把它切成一塊塊 然後你放在那裡吃 粉粿一般是黃色 對 只因為這個是黑糖的 所以是這個顏色 黑的 黑糖的 我跟你講 這個黑糖粉粿很好吃 可能是因為 不是我花錢的原因 坦白說我到了大概年紀 大概40歲以後 我才願意去承認自己是一個愛面子的人 因為在我的形容詞 我認為 喔 這個人就愛民主耶 那個感覺不是一個好的形容詞 對 我比較早 我30歲就承認 你不承認 我到40歲我才承認這件事情 我就是因為愛面子 所以 我認為啦 某種程度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走到了現在 就是我 我沒有辦法說到做不到這樣 嗯 可以理解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 我們也是這樣耶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比如說有些政見嘛 或是說 去外面然後讓他陳情 我把他帶回來處理的時候 我也都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答應人家要做 那就要做好 所以 我都會跟我員工說 你在外面不要亂答應別人的事情 欸所以你剛剛講到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會覺得我做政治人物很累啊 我覺得有些政治人物很厲害 就是 他明明去摩提 他可以說是去借廁所還乾杯 如果是我 我可能就直接承認了 我沒有在影射誰啦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以前會很 很佩服有些政治人物這種能力 我覺得承認比較好啊 因為承認了之後 就像我們人家交朋友嘛 你知道我是誰 我也知道你是誰 這才有交朋友 那如果說今天 我一直跟你隱藏 真實的我的話 那我們沒辦法變朋友 所以其實 對民眾互動也是一樣 如果有人質疑我 我的性傾向或幹嘛 我從來不會去撇清 或者是跟他那個 如果我就是這樣 OK 那如果我們今天認識也算有緣 你喜歡不喜歡 就不是我可以勉強 但是我不要因此來衛妝 或來騙你 或幹嘛 對啊 所以我這樣 有時候從小到大新聞看過 我想說 我的個性應該是不適合做政治人物 因為 看時代 每次都承認 以前的那個時代可能比較難 可是我覺得現在時代有點不一樣 就大家喜歡比較 比較坦率 對 而且 而且現在這個時代 什麼東西又留在網路上 那你今天講一套 然後 過五年之後 又被人家挖出來 發現不是這樣 那不是很尷尬嗎 這陣子才 瘋狂的雙方打臨 兩邊打來打去 所以我覺得就是 坦率啦 那你 跟你自己交代 也跟選民交代 那如果說大家不喜歡 不接受 那我們認 但是不要因為說 是因為我 然後跟你講了謊話 你才 OK我 那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關係 我可以不答應你事情 我不答應你 你會怪我你為什麼OK 但是我希望說 我們出去答應的事情 就要把人家做到 對 所以如果你還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做到的話 就先不要答應 所以我 我覺得有時候會變得 有點不套乎人情 就這樣 我老婆已經 比如說假設啊 我老婆問我說 你會永遠跟我在一起嗎 你不知道 對 我什麼時候死 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永遠跟你在一起 所以 我現在有一點點 比較 學乖了一點 你成長 進化 對 會因為這種事情 會浪費很多時間 你應該會 會 或者是問你說明天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吃什麼 我說我老親 沒有空想這個 給你想就好 都可以 對 不是啦 你知道那個 有時候選東西吃很難嘛 對 那如果老婆最常問呢 她就說我們等一下吃什麼 那因為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對 所以下次你要改過來 猜我要帶你去吃什麼 猜我要帶你去吃什麼 那你心裡 怎麼準備 看他猜什麼 就帶他去吃 對 你太懂我了 你猜中了 我以為你怎麼都厲害 對 好貴是這個 對 不要 不要為這種事 你稍微看 我現在要帶你去吃什麼 那你就開車就好 看他說的第一樣是什麼 他講一個 還沒聽過 先找一下 1.5公尺 那大家要注意 今天非常 謝謝阿苗 帶我們來這個 三角兵 拱手不握手 對 拱手不握手 這樣 好所以 看下次有沒有機會 是 換我大家去吃個好吃的東西 喔好啊 我覺得今天超開心 我跟你講我跟他一聊 聊不完 他有行程要忙 好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要記得 這邊是 下面有他的 按讚訂閱加分享 對 你有頻道我有看 我頻道 IG IG 粉專 那我這邊也有我的 記得都去訂閱 好追蹤起來 好下次見 對這就是我們 通常這個議事廳呢 議員跟市府官員 市府官員可以坐在 要坐在前面 對然後所以 一概其他的所有的助理 都是不能不能進來的 除非在就職的那一天 才會例外開放 這個玻璃裡面是媒體的嗎 還是 這個是那個 各個單位的公務員 就他們要坐在這邊 觀察議場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有看到你的牌子 對 這是我的桌面 那旁邊是呱吉的 我跟他位置在隔壁 因為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是邊緣人 所以抽位子 因為大家抽位子 其實會那個 想要把 跟這個比較熟的 換在一起 就跟以前上課的時候一樣 對 就換換換換我們兩個 就換到最後面 不會啊 這位置很棒啊 還不錯啦 就是距離前面 比如說官員 質詢大家的時候比較遠 我沒有別的意思 以前念書的時候啊 像我啊 不愛讀書的啊 會選最後面最旁邊 所以我想去看一下 最後面最旁邊是誰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不要拍我去看就好了啦